像我修行到现在 我觉得我好像是世界各国我都去过 甚至诸天我都去过 所有十华界我都去过 所以跟弟子之间并没有离开过 这是事实 你们有感应到失尊从来没有离开过的 有感应的人棘手一下 有感应到 那你站起来一下 你把你的心得讲出来给大家听 弟子们师尊修度入梦 第一次是把笔插到脑海中 弟子是脑膜炎灰症很严重 把笔插到脑海中慢慢改变 修法修行持咒 然后弟子修大礼拜法宝兵器法 腰痛因为腰痛 世尊论梦很多次很多次了 有一次在梦中我看到世尊我说 世尊可以给我加持吗 隔着一个冰盘球桌的一边跟一边 世尊说好啊 手一伸就超过这个冰盘球桌就伸到我的脑海 那我就想啊这样我可以进入光明海中吗 那我就进入了光明海中 然后呢就我说要化 我要融入光明中我就没有了 那我直接一片光明 然后呢就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 我说世尊还在还在加持吗 有了这个信念马上就出定就醒了 我说啊我为什么要要醒 为什么要出定我住在光明海中 不就更好吗 真的是世尊很多次都入梦中了 他在我父亲母亲的梦中都显示出来 弟子每天修保兵器五分钟必去 传兵是跟世尊合一观神 跟世尊合一才能够做下去 弟子困难的时候一定要想到世尊 特别大的价值力 弟子每天做大礼拜 闭起一口气做十个大礼拜 是传病是真的是很有很大的绝授的 这个气脉通传生的 保兵器也是通传生 一般的感冒一般的咳嗽 基本上都不用看医生 我都是自己自己的 所以因为我的腰痛几十年了 开始的时候我用很多的东西 仪器来处理 不行 只有这大礼拜保兵器 开始就所有的疾病都 基本上不用看医生的 看医生只拿病假单休息而已 阿弥陀佛非常感恩世尊 一直以来的加持 每天的生活是一样的 你几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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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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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感恩度人很多的 有些人 他没有讲 这是我知道 他都有接受的 有些人不一定要讲 但是世尊一看就知道 对 有些 其实 我常常讲的一句话 我们人跟人见面 都不是初相见 不是刚刚开始见面 我才认识你 不是 人跟人见面 都是久别重逢 有缘才会在一起 因为有缘 过去世的缘 挤多少千年万年 甚至一百年 甚至一百年 那么久 后来见面了 就觉得很熟悉 都是久别重逢 所以人生啊 便不是说 哦 你是出来 就是陌生 不是 都是久别重逢 所以都是 很多次的 见面有缘 都是过去世 有缘的人 都是过去世